美中贸易战引发了习近平的政治危机,罗宇,习近平确实出示了北戴河会议是一道坎,近来关于习近平遭遇政治危机的传言充斥网络,早年就与习近平相识的中国开国大将罗瑞卿之子,前解放军大校军官罗宇认为,网络上的传言有些夸张,但习近平确实出示了是中美贸易战, 导致习近平遭遇政治危机,与据美国的罗宇,接受记者电话采访表示,没有人能对极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习近平,提出挑战但7月6日中美贸易战开打,打破了这个局面 他说,股市差不多蒸发了八九万亿会市,从6.4掉到6.7了眼看,就逼近7了,经济明显崩盘,中美贸易战该打不该打开打不到两个星期,就打成这样了就会有人,有题目说话了,肯定是有事情是中美贸易战引起的,但是多严重。 现在还没什么证据罗宇表示,另外一些话题也是由贸易战引出的,比如在上海发生的女青年董姚琼,向习近平向泼墨事件,和教廷陕西社科院研究梁家河大学问荒唐至极,一笑大方的梁家河大学问,研究是谁教廷的呢? 如果是他自己教廷的还是一种进步,但是我觉得可能性不大,因为吹捧,已经到了整个都晕头转向的程度了,那么突然间降温泼了冷水,我觉得还是中美贸易战这话题体制内,有人把它拿出来了,有人借这个话,提在网上散布消息,为北戴河会议,做准备即将到来的北戴河会议。 对习近平来讲是一道卡罗宇认为,中美贸易战肯定是北戴河会议最重要的话题,对贸易战不满意的人像李克强,汪洋如果这些人到北戴河开会要说这些事,他硬党也挡不住罗宇近几年,一直发表公开信劝他的这位习近平老弟走民主的道路。 最近的一封信则是劝习近平停止,与美国打贸易战我跟他说了,中美贸易战根本不该打你要打牌,你没牌,你要以牙还牙,你没牙你光是很鲁莽。 你一方面想跟美国人握手说,跟美国人搞好关系,一方面你又吹马克思,开什么纪念马克思大会,你实际上又搞官僚资本主义,你要把这三样搞在一起,这理念有真有假。 特朗普不是好糊弄的美国人,根本不相信你想跟他握手,美国要的是贸易逆差归零其他,你说什么,根本不听500亿征税,你不吭声就没事了,好他征500亿,你也500亿,他征2000亿你怎么办?